凡訊和禮頓的說法是放了在報告裏面 而報告亦沒有附有相關的文件記錄和通訊記錄等等的資料 我知道鄭松泰議員在未來的星期三立法會大會上會有動議 這次講鐵沙中線的醜聞要求成立獨立的專責委員會 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調查事件 我對於以案莫得通過的機會是絕不敢樂觀的 因為建制派早前在內會上也是反對有關的建議 因應現在最新的情況我們見到沙中線的問題都是很嚴重 而港鐵的報告是沒有包括投訴人中科一個重要的資料 所以我已經是入了要求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先生那裡 就要求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命令中科、范順和禮頓 他們向港鐵提交的資料 要求港鐵將這三間公司所有提交過的文件資料記錄 通訊記錄和相片等等全部是交與我們立法會去做一個重要的檢視 由於立法會的程序關係是需要有十二天的預早通知主席去處理有關的議案審批 下星期三 鄭松泰議員的議案如果過了之後我才提出 其實是趕不及在立法會七月最後一次的會期有足夠通知期提交的 所以我現在是先進入了這個議案 就等主席看看可不可以在下個星期鄭松泰議員如果他的議案一旦被否決之後 繼續處理 因為鄭松泰議員的議案呢 亦都是有包括索取相關的資料文件的意思的 如果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是獲得通過的話 我是會撤回我這個議案 不過我相信他的議案獲得通過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我亦都再一次是批評港鐵處理今次沙中線的事件 是不斷以擠牙膏的方式去處理 對於投訴人中科一些那麼重要的文件資料 都是選擇去隱藏 反而將另外兩個被投訴人的說法在報告那裡公開 他說自己是沒有立場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立場 將某些人士的單方面的說法擺了出來 但是另一方面 和他有不同的看法的公司人士的意見 他就隱藏起來 那我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公穩的處理方法 也都今次事件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 說沙中線的結構安全 他隱藏有關的文件資料的做法 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也都是欠缺應有的透明度和問責性的 我看到當日報告出來的時候 中科相關的資料記錄是沒有被公開的 不少建制派都批評有關的做法 我們現在都不是針對調查 要求立法會同時有個調查 當然如果鄭重泰議員那個議案是獲得通過最理想的 但是建制派是很可能會反對的 如果他反對了調查之後 連我們立法會去問 拿回相關的文件資料給公眾看 給專業人士去再看看裡面的文件紀錄做分析 如果這樣都不同意的話 我就很質疑他們經常說要密切監察港鐵沙中線的醜聞 去跟進事件 究竟是不是有誠意和決心去這樣做 還是說根本他不想透過立法會任何的渠道平台 去索取資料或者調查事件 其實他究竟想跟還是不想跟的呢 我們看到有不少建制派 連日來都不斷和傳媒去就事件評論 但是我們拿一些最基本的資料 這個是非常堅固的要求 堅固的要求中間是什麼 很謙虛的很虛心的要求 和合情合理的要求 如果一個這麼合情合理的要求 他們都是拒絕的話 我想他們要跟市民大眾交代 和市民大眾也都會看到 他們究竟是有沒有決心去履行立法會議員 去代表市民監督政府 和港鐵一個這麼重要的工程的責任 可以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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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可以說 to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subcontractor I do think that the subcontractor's information is very crucial As the company is the complainant of the case I don't think it is a fair arrangement for the MTR 答案 not to disclose such kind of crucial information. and I have submitted a motio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Honourable Andrew toi ask him to approve The motion請 for MTR ot produce 所有的資料和記憶和記憶和記憶 所供的公司提供所有的記憶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examinations. OK, thank you.